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百八十字的讲道 济世赋于周公 而求也为之 据脸而赋亦之 子曰非武徒也 小子民国而公之可也 这话什么意思呢 是济世啊 济世啊 比周天子左右的那些大臣们呢 还富有还有钱 可是冉球呢 还为他搜寡钱财 增加他的财富 因为冉球呢 是孔子的学生 而呢 他服务于这个济世啊 所以冉球这个人 还为他搜过财富 孔子就很生气了 孔子说 冉球不是我的学生 你们大家可以 大张旗鼓都去攻击他 废武徒也 小子民国而公之可也 这张寄出了呢 孔子批评冉球的话 说明他即便是 自己的得意门生 只要有违背礼的地方 毫不姑息啊 那么济世呢 已经是鲁家三家城 全城当中权力最大的一家 拥有最多的土地 最多的财富 他们比周天子身边的 上青啊 还要多 但他并不满足 仍然要向百姓 增加甜富 那么孔子的弟子 冉球呢 作为祭司的家宅呢 不担不劝阻 反而还 去故意的增加了财富 所以孔子表示 对他非常失望啊 易于言表 好 接着看下一则 285则 财也鱼 身也鱼 师也辟 游也暗 这是对几个人的评价啊 说高财这个人呢 愚笨 曾僧这个人呢 迟钝 然后这个 专 专孙师啊 偏激 也就是子章很偏激 中游啊 非常鲁莽 这个暗的暗指的是 鲁莽刚烈的意思啊 所以这张是 孔子对四个学生的 这个评价 他主要侧重于 个性和气质的评价啊 比如这几个人怎么样啊 他们也原本都是 日常生活中有缺点的人啊 但是在孔子的门下受教以后 都有一番的长进啊 都长进 然后他的学生觉得 他的学生当中的性格各有所偏 他希望呢 能够 对他们的品行和德行 必须能够加以纠正啊 表达了这种 其实也是一种中庸的思想啊 好 接着往下看下的一个286则 子曰 哦 子曰 回 回也其熟乎 吕空 次不受命 而获之焉 义子吕重 这什么意思 孔子说呀 年回啊 他的道德修养已经差不多了 非常好了 可是他常常很贫困 吕呢 就是 常常的意思 吕空啊 就是经常空 就遭遇贫困 那么 次不受命 就指着端木次 就是子贡了嘛 端木次啊 不听天由命 凭借着聪明才智 致富的也不错 所以孔子并不反对这种经商致富 只是更加注重个人的这种人德修养 啊 人德修养 所以这是两个学生 一个学习好 很穷 一个很有钱 嗯 这样的 好 接着 第一 下一则 287则 子章问善人之道 子曰 不简记 亦不如一世 啊 这什么意思呢 子章的问呢 成为善人的途径 就是怎么他做个好人呢 孔子说呀 不踩着前人的脚印 做学问也到不了家 啊 到不了家 这什么意思呢 是孔子学问道德修养呢 他的意思是说 要继承着这种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之上 要深信跟着圣人的步子走 方能升堂入室 他强调的是圣贤之道 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啊 好 接着 好 接着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 288则说 子曰 论懂事欲 君子则乎 色装者乎 孔子说啊 只是赞许的 说 只是赞许说话稳重的人 但这种人呢 是真的君子呢 还是仅仅从容貌上看起来比较庄重呢 啊 那么这一段是告诫 弟子们说话一定要诚实 而且要原形一致 因为有的人呢 仅仅是在容貌上显得忠厚老实 而真实的品性 却未必和他表现来的一致 所以也不可以以一个人的容貌呢 评价一个人 还要从实践中来观察他的原形举止 原生举止 据这个史记的当中的中尼弟子列传当中啊 曾经记载 说 无意言取人诗之载语 以貌取人诗之载语 在中间说这两句话 在于这个人呢 善于辞令啊 特别受到这个孔子的欣赏 后来才发现呢 他既无人得又十分懒惰啊 大白天都睡觉 而子语这个人呢 他的体态和相貌都很丑陋 孔子呢 开始认为他资质很低啊 不会成才的 当他同时学习以后 就致力于修身实践 出世光明正大 后来他在南方讲学啊 从者慎重啊 可见呢 即便是那种明达善察如孔子者 有的时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也有看走眼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光是看一个人的外貌 要还重点看他的行动才可以 这是讲到看人 好 接着 第二百八十九则 子路问 文思 文思行住 就是子路问说什么 一听到 一听到就行动吗 一听到一话就行动吗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文思之行在 父母说呀 孔子说呀 父亲和兄长都在 你怎么能听到就行动呢 也就是凡事啊 先找父亲和兄弟商量一下 然有问 然有问什么呢 然有问 文思行住 文思行住 那么然有说 一听到就行动吗 子曰 文思行之 那么孔子说 一听到就要马上行动 孔西华曰 有也问 文思行住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思行住 子曰 文思行之 赤也获 敢问 这话什么意思 孔西华就问了 孔西华说 子曰 问你说 一听到就行动吗 你说 父亲和兄长都在 怎么能这样干呢 那么染球呢 也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却说 一听到就要行动 我有些糊涂了 斗胆想问问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子曰 求也退 故尽之 有也奸人 故退之 孔子说呀 染球这个人呢 平时做事非常退缩 所以我激励他 忠游这个人呢 平时好勇圣人 所以我要压压他 压压他 所以孔子的回答呢 是完全是根据 学生的不同的 个性特点 来评价的 来评价的 好 这是第 289则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290则 子谓于匡 言冤后 子曰 无以 无以如为 死已 约 子在 回 何赶死 孔子呢 被囚禁在 匡地 子位于匡啊 就是在匡地 被囚禁了 言冤他们赶来了 后来就赶了 孔子说 我还以为 你死了 你 言冤说 您还活着 我怎么能 敢先死去呢 然后这段话 反映的是 孔子和弟子们 患难与共的 这样的一种 患难与共的 这种师生情谊 因为孔子呢 素来的非常重视 言冤 在患难中 他能来啊 就是他这种 惊喜 焦急之语 好 那么 言冤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古代的观念当中啊 父母健在的时候 作为子女 是不能轻易的冒险的 说是 冒险救死 所以这是个幽默的说法 好 接着 第二百九十一则 孔子 孔子 孔子兰问 忠游然可可与大臣与子曰 五亿子为义之问 曾游 曾游与求之问 所谓大臣者 以道士君 不可则止 今游与求也 何谓据臣义 曰 然则从之者与子曰 事负于君 亦不从也 这话的意思是说 第一句话 季子兰问 季子兰问什么问题呢 忠游和兰求 是否称得上大臣 这两个人 能不能称得上大臣 孔子说什么呢 五亿子为义之间 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情 哪知道 哪知道竟是问 忠游和兰求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所说的大臣 应该能够合乎于 人道的方式去 侍奉君主 就是以道士君的人 才称为大臣 不可择子 如果行不通 便宁可不干 今游与求也 可谓据臣义 那么现在呢 仲游和兰求 这两个人呢 只能算得上是 被位充数的大臣 季兰子又问了 那么他们肯听话吗 孔子说 如果是杀父亲 杀君主 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 就是他们只会听从 佛理话的建议 这个季兰子呢 是鲁国大夫 季孙氏的同族人 那么因为他为什么问这话呢 因为当时的 忠游和兰求 都是季氏的家臣 所以他就问了问 第二个词语 叫聚臣 聚臣呢 指的是 充数的 这样的一个臣数 他们现在可以充数 这是讲到的 291则 所以他 他这一段 主要是强调的是 君臣关系 主要是以道和理为准神 还有行动原则 孔子认为 大臣和巨臣呢 有一定的区别 大臣 是君以道 当官呢 是为了推行人政 实现大忌苍生的 这样的理想 而巨臣呢 只是具备了 做官的才能 寻求的是 个人才能的发挥 尽忠职守 忠心服从国君 这也既是 有后面疑问 问巨臣 是否 为命是从 那么孔子就告诉他 有杀妇 杀菌的 那巨臣是 绝对不会顺从的 这里面其实还是 讲到了 中和性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这一节我们先 讲到这里 好 感谢 有杀菌的 来自找他 这一节目 我们再次 讲到这里 对 阅塑菌的 这一节目 现在